第一题下列有关电解值的叙述何者正确 A所有的化合物都是电解值 老师上课说了三字经 化合物容易水水容易可导电 所以电解值都是化合物 但化合物不一定是电解值 像我们要同学背的酒精跟蔗糖 他们都是化合物 他们他不是电解值 所以选项A是错的 B食烟固体不能导电 这是对的 所以食烟不是电解值 这个是错的 因为食烟的水容易可导电 化合物容易水水容易可导电是电解值 所以食烟是电解值 选项B是错的 C电解值写离后 正理质与负理质的数量必定相同 这也是错的 老师上课强调过 我们的正理质跟负理质 各自的带电量不一定相同 他的数目也不一定相同 但是总电量一定一样 所以保持电中性 所以选项C那是错的 所以选项C那是错的 Z电解值容于水导电时 两极必定有化学反应发生 对的 因为当我们的正理质被吸引去负极 负理质被吸引去正极 他们在正负极会得失电子 于是发生了化学反应 所以电解值导电一定会发生化学变化 老师上课强调过 所以选项C是对的 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电解值容于水导电时 两极必定有化学反应发生 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